南投人关心南投市 欢迎收看宪政新闻 橡胶书送带大厂新永泉公司 10日为崭新的四场举办隆重的上梁大典 董事长林继静豪气宣布 新厂投资超过20亿元 产品将以环保可回收 及自动化无人搬运的先进制成为主 预期今年第三季开始量产后 可让公司的下一个60年 奠定抢攻世界第一的竞争优势基础 新永泉市场上梁大典 由董事长林继静 率全体董事 以及县长林明珍 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主委林如斌 南投市长宋怀林等贵宾前程上香祈福 并在大梁红彩签名之后 大梁缓缓升起 顺利益满完成上梁大典 林董事长指出 新县大楼为地上六层 地下一层 产品将以环保可回收 以及自动化无人搬运的先进制成为主 预期今年第三季开始量产 新年转都要扣这些青维産品 这些青维産品就是环保材料 巡防经济 绿人产品 就是可回收的碳纤维热可塑的产品 取代以前热库的産品 他说要做的就是电动车要扣够 正要做的 刚才要做的 就过来的轮轻 我们的轮轻 轮辅 这些都要扣这些産品 正要不出来 三个月就可以了 小量产 明年青维産后才能大量产 未来我就不用去大陆南投资 因为那些热库的産品要扣很多人 我们这种材料用机械手机可以做 所以可以留在台湾 不用去越南柬埔塞 大陆不用去 所以这是新的产品 在世界都没人做过 所以要成功最多困难 所以我们的努力 让産品在今年 第三个月可以量产 谢谢 县党林明珍表示 新永泉以自动化技术 克服人工成本高昂限制 真正达到产业耕流台湾 新厂生产线 诉求自动化 以及无人搬运制程 新永泉将持续守护南缸 也新硕了高科技创新产业 立足南投放眼世界的宏大愿景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南港工业区 金永泉 顾问有限公司 他为了要继续创造 我们新的产品 要把护合金的废区 拿来又再生利用 要创造新的一些礼合金的 比较像科技的一些材料 他这样的一个创集 可以说为我们国家 能够创造更多福利 我相信金永泉他这栋 守护南缸的大楼 联体完成之后 一定可以给我们南缸工业区 给我们的国家 创造更多的新的材料来外销 造就我们 生气我们的外汇存底 更多的外汇存底 来依助国家的建设 新永泉市场主力计划 抢工航态 电动车 以及运动器材等市场 规划首期 最大年产值目标可达20亿元 相信可让公司下一个60年 奠定抢工世界第一 竞争优势的基础 记者双幸福 南州市采访报导